1994年,那可真是乱了套的一年,就跟那炸了锅的蚂蚁窝似的,花样滑冰界出了个惊天动地的大事,那可真是把众人精的下巴都快掉地上。 南希克里根,这位冰上的大美女,在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上被人给狠揍了一顿,那夺冠的小火苗扑的一下就给灭了,这生活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,那个袭击者跟个幽灵似的,打完就跑,遛的那叫一个快。 这所有的线索都跟那利剑似的,直直的就射向了坦尼亚哈丁。 这坦尼亚那可真是个奇葩人物,就跟那倔强的倔驴似的,死不松口。 在拖车公园长大,还受尽了各种磨难,又被配偶虐待,这经历简直就是一部狗血电视剧,他真的是这场袭击的幕后黑手吗? 虽说证据一箩,可也不能就这么肯定。 说不定他就是个倒霉蛋,被那媒体给黑惨了,被那些疯狂的粉丝当成妖怪一样嫌弃。 就23岁的坦尼亚,那可真是陪了夫人又遮兵,啥都没捞着。 原本那前途一片光明的运动员,一下子就掉进了新路箱带和小包污蔑的大坑里。 这惨状谁看了不要头,那叫一个悲催。 就为了那点钱,那点可怜的尊重和闪闪发光的金牌,整个世界都乱成了一锅八宝粥。 这坦尼亚哈丁在花样滑冰的世界里,一直就像个瘦细胞,被人当成二等公民。 这丑闻一出出名了,出的还是那臭名远扬的米。 塔克南希克里根的事,绝对是体育史上最具正义的事件,没有质疑。 坦尼亚在偏僻的小地方长大,谁能想到会出这种丑闻和犯罪的事呢? 他来自中下阶层兰陵家庭,还自嘲是拖吃垃圾。 据说他四岁的时候看到了花样滑冰,从此命运的齿轮就开始嘎吱嘎吱地转了起来。 他妈同意他上滑冰课,可知超出了家里的经济承受能力,那就是打肿脸充胖子。 滑冰教练丹安·罗林森很早就发现了坦尼亚的潜力,就跟发现了一座大宝藏似的。 坦尼亚一下子就展现出了天赋,教练立马把他收在麾下,就跟捡到了宝贝。 坦尼亚的妈妈总是用那挑剔的眼神看着他,就跟看一个怪物似的。 而教练戴安就像温柔的大靠山,给坦尼亚带来了温暖和希望。 戴安接纳了他,培养他,看到了他的天赋,相信他能行。 坦尼亚五岁的时候有个教练就说,这丫头以后能当奥运选手,这丫头体格壮,力气大,是个跳跃小能手。 坦尼亚和他妈关系紧张,却是爸爸的小棉袄,对爸爸崇拜得不行。 爸爸把他当假小子养,教他修车,打猎,钓鱼。 他爱爸爸,却和妈妈整天吵架。 坦尼亚不仅在家里有麻烦,在滑冰界也不招人待见。 80年代和90年代,禁忌滑冰,那可是烧钱的很。 还有学美比赛的吊条,坦尼亚啥漂亮的小玩意儿都没有,不达标。 想让他变得更女人味一点,那可真是一场硬仗。 和有钱的滑冰选手不同,坦尼亚只能穿妈妈做的衣服,妈妈虽然参与了她的职业生涯,却管得太严。 有人说坦尼亚表现有技术,但还得加油。 在这个国家,找不到第二个有她这样背景和故事的花样滑冰选手。 在这个国家,人人都是小公主,得有特定的外表,说话方式和行为举止。 坦尼亚从来都不符合,坦尼亚的妈妈还老打击她的动力和精神,又是打屁股,又是用发刷抽。 坦尼亚高中辍学后专注训练,遇到了改变她人生的男人杰夫鼓励,她是一个仓库工人。 杰夫被坦尼亚迷住,坦尼亚也对杰夫着迷。 杰夫常去看坦尼亚训练,两人的化学反应强烈。 坦尼亚觉得这是百头妈妈的机会,立马和杰夫同居。 1990年,19岁的坦尼亚嫁给了22岁的杰夫鼓励。 表面上看,婚姻幸福,但结婚第一年,坦尼亚说杰夫老打她,真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。 这时,坦尼亚遇到老熟人迈克普利萨,在商场干净住火。 他跟迈克吐鲁被虐待,抓头发,扇耳光。 不久后,坦尼亚和杰夫分居和迈克约会,迈克和杰夫完全不同。 1991年,坦尼亚和迈克约会时处于职业生涯巅峰。 80年代后期,他在禁忌滑冰中努力攀爬,1989年得第三名。 但这时,美美的南希克里根成了冰上公主,对坦尼亚固承威胁。 那时花样滑冰,更看重女人位,坦尼亚分数低压力大。 坦尼亚和南希差别很大,坦尼亚向小狗热情,南希矜持谨慎。 媒体把他们说成死对头,坦尼亚还信了。 1991年,美国锦标赛,坦尼亚哈丁证明优雅和女人位不是纯运动能力的对手。 她成了第一个完成三周半跳的女选手。 这是她的招牌动作,她很猛,想当最好的一个。 其他选手都知道她能完成三周半跳,还赶在比赛里试。 坦尼亚状态好,滑得棒,还和好人约会。 但成功和名声让她想捞钱,牺牲了和迈克的关系。 有捐赠者想请她吃饭,坦尼亚去了,两人吵了几次后分手。 杰弗鼓励等着机会又回来。 坦尼亚决定再给关系一次机会,和杰弗和好。 但冰场上表现受影响,1992年奥运会没拿到奖牌, 南希克里根却拿到了。 坦尼亚曾经那可是被捧得高高的,说是世界上最牛的滑冰选手。 结果现在南希克里根一来好家伙,开始在比赛里把坦尼亚把她屁股鸟流。 这就意味着像坦尼亚这种业余选手急需的赞助商都变少了。 坦尼亚呢,体重蹭蹭往上涨,烟也抽得更多了, 连她那著名的三周半挑都玩不成了。 对杰弗鼓励来说,这些赞助那可把她眼都晃花了。 坦尼亚还就信了这一套。 1993年11月,在俄勒岗州布特兰市, 这可是奥运会地区资格赛的地, 该地区的滑冰选手都在这争夺排名, 就为了能跟接近1994年奥运会代表队, 这可是坦尼亚的主场观众,那叫一个多。 坦尼亚在这,那就是当地的超级大明星, 可周围的人都说她根本就没准备好。 接下来发生的事,到现在都还争议不断。 有人就暗示说,坦尼亚自己说不定想出了个在当地能不参加资格赛的损招。 在热身的时候,有个匿名男的给兵长打电话, 威胁坦尼亚的小命。 电话里那家伙说,要是坦尼亚上兵, 就有个狙击手朝她脑袋开枪。 这事发生的时候, 离莫尼卡赛利斯在球场上被刺伤才几个月。 所以那些官员们可重视了。 最后官员们把比赛给取消了, 坦尼亚得了豁免权, 这就意味着她不用在当地参加资格赛了。 有传言说, 这电话是坦尼亚那阵营里的人打的, 可又没证据。 于是呢, 姐夫就去跟一个老朋友肖恩见面, 跟他说, 要是坦尼亚在1994年奥运会上赢了, 那能有多少意外之才。 只要他们把南希克里根打败就行。 因为南希不是坦尼亚, 评委们都讨厌坦尼亚。 肖恩就说他们给坦尼亚需要的优势, 肖恩这家伙胖得跟个球似的, 还有点滑稽, 把自己吹成是某种保安人员, 可这也太不靠谱了。 他说, 我得对克里根动点手脚, 好确保坦尼亚能得到该得的, 咱干脆把他杀了得了。 姐夫回应道, 你说啥呢? 不行肖恩, 你就注意太傻了, 你个白痴。 据调查人员说, 姐夫跟坦尼亚提出了让南希克里根失去行动能力的损招, 南希可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。 姐夫还说, 咱得找个照片地址, 就是他训练的冰场, 然后他就找了肖恩斯坦特和他叔叔史弥斯。 现在呢, 加上坦尼亚一共四个人参与了这个阴谋, 每个人动机都不一样, 有冲着赞助的, 有冲着当保镖合同的, 还有冲着更多报酬的, 但首先得找到南希克里根。 为了找出南希在马萨出赛州的训练地点, 坦尼亚给一个华冰记者打电话, 这记者可能知道。 记者回电话说, 好嘞, 他在托尼肯阿里纳训练, 可找不到地址, 祝你好运。 杰弗和坦尼亚把南希克里根训练冰场的位置写在一张纸上, 还把托尼肯特经济场给写错成了托尼肯阿里纳。 记者又打来电话说, 坦尼亚, 我发现他在托尼肯特经济场训练。 后来有个专家作证说这些笔记是坦尼亚哈丁的笔记, 坦尼亚开车送杰弗去肖恩的世界保镖服务公司。 坦尼亚担忧地说, 你确定这安全不? 这次袭击咱能信这些人不? 杰弗把预付款交给肖恩, 杰弗说, 我之后再给你打电话, 这位这些服务可花了不少钱了。 肖恩的想法就是, 要是他能制造出恐惧的气氛, 他这能捞好处, 还能通过当保镖以及给各种滑冰选手雇其他保镖来给自己牟利。 计划是在南希在他训练后, 打他落地的腿。 三天后, 底特利的奥运会资格赛就要开始了。 坦尼亚哈丁刚从波特兰飞来参加比赛, 心里那是紧张又期待, 这时候的他既想在比赛里拿好成绩, 又怕袭击南希克里根的失败路。 在底特利, 气氛那叫一个紧张压抑。 坦尼亚在酒店房间里坐立不安, 杰弗在波特兰骑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, 他们都知道, 这次袭击必须得成功, 不然他们的计划就全完蛋了。 而这时候呢, 南希克里根对即将到来的威胁, 那是一无所知。 他就专心训练, 为即将到来的美国锦标赛做准备, 他的目标就是在比赛里拿好成绩, 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。 袭击的时刻终于来了, 肖恩和他叔叔德里克·史密斯按照计划, 在南希克里根训练结束后准备袭击他, 他们躲在暗处就等着南希出现。 当南希克里根离开冰场的时候, 肖恩斯坦特冲出来, 按照计划袭击了他, 可知是没完全按他们计划进行, 肖恩斯坦特本应地打中南希的膝盖, 结果打中了他大腿下部, 而且他发现门被锁上的时候, 还不得不从窗户跳出去。 这一事件, 那可是引起了轩然大波, 南希痛苦地倒在地上, 臭气着, 紧紧抓着自己的腿。 他那尖叫声听得人毛骨悚然, 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一幕。 而坦尼亚哈丁知道袭击成功后, 心里既有点解脱, 又充满了恐惧。 随着事愿闹越大, 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切入调查, 杰夫古离菲到底特律, 想跟坦尼亚一起应对这场危机, 可这时候他们已经成了警方的怀疑对象了, 警方分别对坦尼亚和杰夫进行询问, 一开始他们还团结一致, 啥都不承认, 但随着调查深入, 他们的谎言就被揭穿了。 肖恩开始跟所有人透露事的经过, 这就让案件调查更容易了, 他爸也因为无欲中听到了一些对话, 没法再保持沉默了。 最后呢, 在证据面前, 史密斯和肖恩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 包括杰夫和坦尼亚在整个事件里的角色。 杰夫古离也看不住压力, 承认自己参与了固杀手和策划袭击的过程, 不过呢, 因为缺乏更直接的证据, 联邦调查局没法马上逮捕坦尼亚。 坦尼亚在戏文发布会赏福人自己跟袭击事件有任何关系, 但他也承认自己参与了掩盖事实。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启动了取消坦尼亚参赛资格的程序, 可他还威胁要起诉, 要几百万美元赔偿。 最后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, 不得不让他参加1994年冬季奥运会。 在奥运会上, 南希克里根经过不懈康复, 被医生批准参赛。 坦尼亚和南希在袭击事件后首次同场滑兵,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 好几百名记者跟潮水似的涌进比赛现场, 就眼巴巴地盼着看着两人的对决。 坦尼亚在比赛前就跟那热锅上的蚂蚁似的, 紧张得不行, 他那冰鞋鞋带在比赛前还突然断了, 差点就因为这被取消比赛资格。 这还不算完, 在比赛中, 他又把一个跳跃给搞砸了。 在这压力之下, 他直接就崩溃了, 就跟那泄了气的皮球似的, 一点精气神都没了。 你瞧瞧坦尼亚就倒霉催的样子, 那冰鞋鞋带断得可真是时候, 就像老天爷故意跟他过不去似的, 这事要是割别人身上, 说不定还能稳住正脚。 可坦尼亚本就心里揣着的炸药桶, 这一下可好, 直接给点着了。 那冰鞋鞋带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 让坦尼亚那本就七上八下的心彻底乱了头。 比赛一开始, 坦尼亚就像的眉头苍蝇似的, 满脑子都是那断了的鞋带和即将败露的袭击事件, 他硬着头皮上了冰场, 那表情就跟要上战场似的, 紧张地让人看着都揪心, 每个动作都像是在走钢丝, 小心翼翼却又充满了不确定性。 当他准备那个关键的跳跃时, 心里就像揣着十五个吊筒, 七上八下。 结果呢, 不出所料, 他搞砸了。 那一瞬间, 整个冰场仿佛都安静了下来, 只有坦尼亚那沉重的呼吸声和碰碰的心跳声, 他呆呆地站在那看着自己的十五, 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悔恨。 这时候的坦尼亚就像是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, 再也飞不起来了, 他的梦想, 他的希望, 在这一刻全都化为了泡椅。 他知道, 自己这下可真是完了, 彻底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 最后, 南希格里根那可真是风光无限, 竟然拿了个银台, 再瞧瞧坦尼亚哈丁呢, 只排了个第八。 奥业会之后, 坦尼亚为了躲避那可能像恶魔一样扑来的老玉之灾, 那速度可真叫一个快,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 就乖乖承认了共谋妨碍对袭击者的起诉。 这下可好, 他被判处三年缓刑, 还得干五百小时的社区服务,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, 就跟做苦工似的。 而且还得交十六万美元的发款,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, 简直就是在他伤口上撒盐, 最惨的是, 他被所有主要的滑冰组织给终身竞赛了。 这一下, 坦尼亚的形象就跟从山顶一下子摔到谷底似的, 一落千丈。 奥与会后没多久, 一段他和前夫杰弗古离的私密性暗路巷带就被曝光了。 某杂志竟然还给了坦尼亚二十万美元还有板税呢, 这事可真是让人替他心疼的不行。 坦尼亚也不知道咋想的, 竟然没想着挽回自己那已经破烂不堪的形象, 还去尝试摔跤呢。 结果呢, 可想而知, 根本就没成功, 然后他又组了一个乐队, 可谁能想到在一次音乐节上被观众给拾下了台, 从那以后, 这个乐队就再也没演出过, 就像被打入了楞工。 坦尼亚在1996年的低成本《惊悚片》里演了个角色, 可有个专业影评家就说了, 哈丁, 这演技还有老大的提升空间, 这就好比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, 还得一步一步慢慢摸索。 2002年, 他在一场名人拳击比赛里, 跟那个因为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丑闻而出名的保拉琼斯对决, 还赢了。 这可能给了他点孤雾, 然后他就决定当一个真正的拳击手。 尽管观众老在那儿虚他, 但坦尼亚还是在拳击领域接着折腾。 2004年, 坦尼亚因为受到一封死亡威胁信, 就取消了一场拳击比赛。 同年, 他就退出了这项运动, 就像一个战败的将军, 无奈地放下了武器。 坦尼亚的丈夫杰弗古利, 在1995年出狱后, 改名叫杰弗斯通, 可这家伙那本信一点都没改, 他因为袭击第二任妻子两次被抓, 这可真是狗改不了持续, 还因为架时被吊销的驾照也被逮了, 这家伙简直就是个麻烦制造机。 杰弗现在处于第三次婚姻中, 也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久。 坦尼亚好像是接受了自己在小报上的负面形象, 甚至还在真实电视节目《美国最笨的人》里演了好几集,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 现在呢, 坦尼亚回到了他老家俄勒冈州波特兰市, 他已经结婚, 还生了个儿子。 要是坦尼亚在1994年, 能把南希从他脑子里赶出去, 专心致志地滑冰, 那他可能就拿奖牌了, 还能在他热爱的运动里演讲, 当教练傻的, 可现在呢, 就因为那那次对膝盖的袭击, 这一切都化成了泡意。 回头看看坦尼亚这一路, 那可真是充满了悲剧色彩, 从一个被寄予厚光的滑冰星星, 堵落成了丑闻缠身的可怜虫。 他这一招臭气, 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,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 他的故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, 提起我们在面对诱惑和困难时,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 不要被嫉妒和贪婪冲昏的头脑, 不然就可能像坦尼亚一样, 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, 难以自拔。 毕竟, 从云端跌入谷底容易, 想要再爬起来, 可就难上加难了。 最后说一句, 这个真实事件, 在2017年被改编成《我花样女王》, 该片也获得不少奖项,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。 好啦, 今天就说到这, 我们下期再见。